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有另一个戴口罩的穿着红色大衣女孩出现 女主大呼害怕 随后女主想叫学生妹去喝茶 可是学生妹想要先去买个耳环 于是两人就来到一家小商品店 学生妹心存侥幸偷了许多小饰品 女主想要阻止可是没能成功 学生妹做贼心虚就想着和女主分开走 可是二人的举动被店里的一名戴口罩的女人看得清清楚楚 口罩女就向二人追了出去 女主和学生妹二人发现后拼命逃跑 可是在地下通道里还是被口罩女追上 从学生妹那里要回了偷的东西 随后打了一个电话后就离开了 临走告诫二人再也不要做这样的事 女主和学生妹跑着离开后坐在椅子上说笑 可是突然学生妹的身后出现一个戴口罩的人 她腐烂的手掌抓着学生妹不放 女主吓坏了撇下学生妹就逃离了 跑了很久女主良心发现 就有折返回去找学生妹 可是此时椅子上只留着一把钥匙 故事二公共厕所 男主来到警局自首 原来是男主在西公园的公共厕所里偷偷放了相机 警察问男主为什么要这样做 男主说因为他拍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随后警察就调出男主所拍视频 找到了那个女人 起初女人上厕所一切正常 忽然女人眼神呆滞 神情慌乱 显然受到巨大的惊吓 接着就看到一个戴口罩的人 满头长发 背对的镜头 女人离奇死了 戴口罩的人转过身体 摘下口罩 露出了腐烂的半张脸 警察盘问厕所后来发生的事 男主说 他去取相机的时候 厕所里什么也没有 当警察继续盘问时 男主肚子忽然剧痛男人 一名警察就带着男主来到厕所 另一名警察还在审讯室查看录像 录像忽然就变成男主上厕所 然后从马桶里钻出了那个戴口罩 穿着白大褂的人 他摘下口罩扭过脸 对着镜头说 那是你 录像一直重复 警察也惊悚了 因为他在录像里看到了此时的他 在警察快要崩溃时 忽然戴着口罩的怪人 扑向了他 故事三强指 姐姐和妈妈闹矛盾 吵着要离家出走 妹妹告诉姐姐 小板游家 昨天刚刚搬家 来取笑姐姐 妹妹成绩好 人也漂亮 深受妈妈喜爱 姐姐烦躁就把妹妹赶回隔壁 妹妹的卧室 突然出现敲门的声音 姐姐去查看 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随后在地上捡到一只红蜡笔 问妹妹 是不是她的 可是妹妹直摇头说 不是 此时又响起了敲门声 姐妹俩撕开墙子 发现有扇门 妹妹找来电筒后 二人进入 发现这是一个空空的房间 墙壁上有红色的字 写着 妈妈对不起 开门开门 忽然出现一个 劈头散发的女鬼 此时姐妹俩想要开门逃跑 可是门怎么也打不开 女鬼把妹妹推到了墙角 妹妹消失了 姐姐努力的想要打开门 故事四 过分便宜的自行车 女主家苗放学来到自行车车库 无奈女主打电话让家人来接 看到有公交车就连说不用了 可是公交车已经开走了 女主烦门不已 没有办法只能跑步回家 中途为了省事就抄小路 遇到一个小店外面 有辆自行车出售 女主一看非常便宜 就向老板买了下来 回家途中遇到几名同学 女主因为心急想要看电视 匆匆和同学分别了 离开时有名同学分明看见 女主的车上载着一个鬼孩 女主骑车在一个下坡路时 手闸忽然失灵 并且背后鬼孩抓着女主 女主背车撞倒在马路边 这时鬼孩看着他说道 你死了就好 故事五 电视风暴 据说只要在雷雨天看电视 就能映出未来的结婚对象 而超过三分钟就会死亡 这几天一直雷雨交加 女主一个人看着电视 还没到三分钟就关了电视 等到次日可是什么也没有映出来 这时收到前男友何也的电话 女主生气的挂了电话 这晚女主看电视超了三分钟 次日前男友何也找上门了 可是女主没有开门 把她赶走了 又是一晚女主看电视 期间模模糊糊看到了何也 还有自己的家 随后又看到了自己 女主非常慌张 这时电话响了 女主说什么 电话里就传回了什么 电视机里正映着女主的未来 随后从电视机里 女主看到自己被人掐着脖子 最后女主身后冒出来一个女鬼 把女主掐死了 何也来找女主 遇到女鬼也死了 故事六 门 晚上男主和女主坐在地上等待 不一会儿好朋友就开车来了 两人上车 于是四人就出发了 途中开车男的女友 吴子忽然透过窗户 看到路边一个疑似女鬼的身影后 非常害怕 就见一男友返回 可是这时刹车失灵 车子静止撞向路边 等女主醒后 看见了开车男和他女友 两人告诉他 男主死了 躺在病床上的女主听到门外 有男主的声音 他不顾一切冲了过去 可是门怎么也打不开 脚下开车男和吴子拼命抓着女主 门打开了 女主猛然惊醒 男主留在身旁 从男主口中得知 吴子和他男友死了 女主躺在病床上 忽然看到天花板上 有个女人 该影片采用故事的方式 为我们呈现出恐怖刺激的情景 非常值得我们去看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